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每一滴好羊奶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用更高品质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每一滴好羊奶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用更高品质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疑病防措 疑后防复 疑人疑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险效 偶致厚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 护航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妻子要求把其中的两间北房 返还给他 你在法庭上是这么说的 说我同意返还 但是呢 你要对方把两万元的装修费 及三间西乡房退还给你 对 你知道你说这个话的含义 你知道是一个什么含义吗 因为你这个败诉啊 和你做的这个陈述啊 有一定的关系 是吧 因为你首先 你是同意将两间北房返还 明白吗 但是他得给我两万块钱的装修费 以及要退还我原有的三间乡房 你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 单独的一个请求 反华你同意了 但是另外 乡房和两万元的装修费 是不是要给您退回来 或者赔偿给您 那是由法院来认定的 明白吗 所以你这个诉求 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 你在陈述的时候 你首先愿意反华了 至于你的两万块钱 和那三间西乡房 能不能反华 那由法院来定 所以我觉得你在第一次诉讼当中 你的这个陈述 对你表述的就非常的不利 对方的诉求 你是表示认可的 明白了吗 至于你的诉求 能不能认可 那由法院来进行认定 后来我看这个一审判决以后 你又要求前妻 把那三间西乡房 退还给你 法院为什么没支持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原有的三间西乡房 已经拆除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求前妻 恢复原状 重新把那三间西乡房 打还给你 对 那这个房子都已经扒了 你让它恢复原状 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怎么恢复啊 而且这个判决当中我还看到法官提述你了 如果这三间房子不返还给你 你要求赔偿 你同意不同意 当时你怎么说的 我不行 对 你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就因为我这还一间房子 我懂得了 人家那房子已经扒了 已经不存在了 你说你要恢复原状 返还给你 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赔偿你又不要求 那最后法院就驳回了你的诉求 第二个案子 咱又败了 第三个案子接着 你说这个三间房子 你不返还给我 那土地你返还吧 对 跟您说啊 土地 这种宅地地 大家只是一个使用的权利 不存在返还的问题 我说你那房子要 你得给我把那地给我 所以这个法院用的是裁定 就是你这个请求 本身就不能成立 第三个案子说了以后 我看你又起了第四个诉讼 前妻以及儿子 搬建的那六间房 要求确认三间半 归你所有 是 那我问你老爷子 这六间房子 有没有房产证 没有 有没有相应的规划证 施工证 这些手续有没有 没有 就这个案件当中 你又犯了一个错误 这六间房屋 没有任何的规划施工手续 也没有房产证 法院进行确权的基础 城市的房屋 必须要有房屋所有权重 农村的房屋 必须要有相应的手续 来证明的权数 比如说 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当中 记载了房屋的权数 比如说有规划 同一间这个房子 有规划证 在这种基础下 你才具有确权的居出 如果没有这些手续的话 你是不能进行确权的 为什么不能进行确权呢 因为你一旦 去了这个权数以后 有可能你是一个违建 你没有任何的手续 但是法院一旦 确认它的权数以后 你就成了一个 合法的建筑物了 你到房管局 可以办房产证 你拿到土地局 可以补办宅基地土地 使用权证 所以对于没有 相应手续的房屋 是不具有确权基础的 所以第四个案子 你有输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您对于没有手续的房屋 来进行确权 这是犯了一个兵家大忌 这是法律不能 就不懂法 所以您说您说的 这四个关 所区别 那么我们呢 可能也是给您提供 一个拆迁项目的 这样一个参考 实际上您可以看看 通修区的相关的 这个彭护区改造项目的 这个拆迁政策 因为这些都是公开信息 而且呢 实际上这些拆迁的 这个政策 或者赔偿的标准 对于周边的其他项目 它是有参考作用的 那么从目前 这个最新的拆迁政策 来看的话呢 对于这个拆迁利益的 补偿这块呢 主要分为宅地地的 区位补偿和房屋的 重置成本 这两个大块 当然还有其他的 这个补偿利益 可能您核心关注的 就是通过拆迁 比如说我未来 能不能获得相应的 这种经济上的补偿 以及我是不是 能够有相应的 这种购房指标 我们看到最新的 这个拆迁的这个政策 这种购房不届 就是这种购房的 也不一定是 无论地的 这种购房 这种购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